我媽以前打電話 隔了很久很久才意識到說 她打電話 她打電話 因為她就問我 欸 有連南無味道好嗎 她說有啦 有連南無味道有啦 妳常常有連嗎 連南無味道好 我想說為什麼一定要逼我講 後來我發現 她問我有沒有講 我講的時候我就講了 我媽媽特別喜歡喔 其實應該是明南語歌啦 就是柔柔翔 因為是我第一次發表的 所以也蠻有經驗意義的 我覺得柔柔翔那首歌詞 其實就有 就是 你男人優好習慣 你男人好嗎 然後小時候有阿嬤 他聽的嬰兒最好嗎 人家靠出聲 沒人秀妙妙 就其實 素衣進而風不止啦 子欲養而情不淡 因為媽媽就在你周圍 那通常你青少年的時候 媽媽也還年輕 你沒有這種 這種好像是 即時行肖或幹嘛這種概念 經驗是可以分享 但是體會還是要年紀 你知道嗎 養兒方知父母恩嗎 你自己有小孩的時候 因為才知道 原來當初你多年來偷大 那你都怎麼跟爸媽維繫感情啊 可是帶他們去出國玩嘛 帶他們去日本玩 然後可能 那個車給我爸開嘛 保健品的那種 因為我爸媽都吃素啊 我們都覺得 吃素不會營養不了 就是 刻板的影響 對 然後類似那種保健食品 都會去賣 我媽走得比較早耶 已經超過十年了 但是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只要端午節 中秋節 這種大的假日 我們所有兄弟姐都會回去 就前一陣子端午節 我們才回歸山而已 看到爸爸的時候 現在都會了解什麼啊 主要是他問我回答耶 或者是我問他說 最近有沒有跟一些人去 宮廟拜拜 老師那就是媽媽離開了之後 老師有沒有覺得某一些 有一些遺憾啊 應該是他沒有看到我的小朋友 我小朋友現在十一歲 對啊 他都沒有看到 其他的就比較沒有遺憾 因為他起碼看到我有成績了 早期搬家店 我都找他們來 就有多餘的票 都會來 或演唱會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其實參與了我 現階段的生活 你會知道媽媽希望的是什麼嗎 他們不會跟你講說他希望你 給你一個目標不會啦 就是說他會覺得你工作順利幹嘛 然後就好啦 就是寫一大堆歌投稿 然後等參編公司回覆 建宜老師都有收到我的歌詞 他比較早進來圈子發展 郵差來了按電 你又覺得哪個參編公司要回了 快就憲哥就打來了 在憲哥打來之前 老師等了多久嗎 等了多久喔 我覺得快兩個月吧 媽媽比較信任 或者是說他選擇信任 等待會兒說他 也都不會有一句苛責的話 他也都不會有一句 多餘的那種壓力 說你要加油啊 沒關係再等就有 連這個話他都沒有講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鼓勵的人 那爸爸會念 說不去做事這樣 這樣怎麼會有錢 他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寄東西 他也不認識你 那怎麼會有效益 而且對這個領域根本完全不理解 怎麼有這種行業 寫字就可以賺錢 然後我媽媽就比較很耐心 我爸在念的時候 他會去安撫 哎呀 我好想看啊 沒關係啊 然後對 他就在那邊說 人家加油啊 我信心 這種話是不可能說出來 讓你一直到現在都還 心裡面都還很感動 媽媽 想感動就 就算不做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很愛他啊 老師寫過這麼多有名的歌 媽媽有曾經對你表達過他內心的驕傲嗎 不會 他就跟親戚講 說哎呀 還有一首歌 還有什麼歌呢 是 他講的時候可能微笑 媽媽當初是激情是對的 哦 這個就太肉麻了 這種我們家都不會講 而且我媽以前打電話 隔了很久很久才意識到說 哦 他打電話 他打電話 因為他就問我 有連南無味道好嗎 就有啦 有連南無味道有啦 一定有連嗎 連南無味道好 我想說為什麼一定要逼我講 後來我發現 哦 他問我有沒有講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 念佛號是好的嘛 這個印象就很深刻 不會用口頭上去講很聚焦的事情 要用生活中去影響你 我們家小孩基本上 你在一個合理的放鬆裡做事情 成績好當然他會開心的 那成績不好 他們也不要怎麼樣 身腳 可以說以身作者啦 他們對 阿公阿嬤很孝順 對 就是可能 阿公阿嬤年紀大了嘛 然後像 外婆 有精神跟身體不好 都還要翻身 幫人家查詩 可以跟這些年輕人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爸媽長期跟你相處 太自然 自然到你覺得 躲著你生氣 你還是在啊 但是朋友 叫惡 他就不理我啦 所以大家會以朋友為主 但是 你只要想一想說 你真的惹了麻煩 出了狀況 生了病 然後受到什麼 那樣的傷害 其實只有家裡會幫你解決 特別就是爸媽 是真的 大家好吃方說 他很榮幸 這次受邀為萬望孝親獎 第三屆的一個評審 那這個是很好的一個發表作品的平台 第一個 獎金優渥 第二個 平台 曝光率很高 然後第三個 他獎勵的內容 是跟親情有關 我都覺得我 搞不好偷偷匿報名了 就忍不住報名 有音樂才能 或對於 這種議題 感興趣的朋友們 那還不趕快 放名 機會難得